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 你們的節目主持Hene 還有O1 我們闊別了 其實也是隔了一個星期 但是今晚我們的節目主題將會 我們籌備了很久 其實這個主題 都很久了 我們已經是上兩個月度定了 這段時間要做 事緣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上個星期四月二日的凌晨的時間 這個長達59年在香港的免費電視廣播 已經有這麼多年歷史的亞洲電視 還要是第一間華語電視台 到最終都仰樣了這麼久 很多 都仰樣了這幾年的時間 終於就要跟大家說拜拜了 終於就出現 要撿謀了 藍畫面 終於撿了 為了紀念這間電視台 今晚我們特意找到幾部和電視台有關的電影 這四部電影我們不是亂吹的 其實我們是這幾部電影都呼應 阿士在這59年間的起起跌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阿士這幾年是塌得最厲害的 但是阿士未塌之前 其實都有一段相當之風光和輝煌的歷史 在禮的的時候也代表 但是在禮的時期我們真的未出生 所以在禮的時期的 我們都很難說到 反而我們這90後都幸好 有幸地經歷過阿士 全盛時期的水尾 可以說 我和薑絲有一個約會 對 今天看真點 這些節目在那時候都很受歡迎 我也是和大台有拉鋸 五五開 都算是 甚至乎試過亞洲電視界 高手試過 高手試過 無線很多 無線出到這個香港小姐都不夠打 這次有個節目 應該什麼節目我們會再講 這個時候我想問一下阿朗 如果你看到你正在工作的電視台 跌入一個很低的低潮 已經是收視得回 好像時末期那樣 是1點甚至乎0點等等 你會想什麼辦法 去令到這個電視台可以翻身呢 也不要說可以突然打上來 給大家一個小高潮 讓大家去看 我真的說起這件事 我想起很久之前看過一部電影 那就是 薛尼魯麥他的電視台風雲 這一部裡面我看的時候 其實覺得 如果 當時阿士他 是 跟足裡面的內容 那會不會真的有夠呢 跟足裡面的內容會有夠 嘩 都很大 很大單下 這個薛尼魯麥 這部1976年的作品 那薛尼魯麥呢 有一部電影是非常出名的 除了這個電視台風雲 十二路漢 是的 就是這個 如果說單一 單一場景裡面 如果經常有人說 有什麼戲在一個場景裡面發生 而又是最經典的話 應該多數都有人回答 這個十二路漢 那薛尼魯麥這一部電視台風雲 那是說什麼呢 那就是講這個 一個經驗老到的電視腦主播 Howard 那就是因為他所屬的電視台 那個新聞節目 新聞報道的東西 那節目的收視每放月下 已經是 這麼相似的 甚至乎 已經是跌到一個點 就是公司出了memo說 我要炒你 兩個禮拜後炒 這些情節在香港也正在發生 經常都有 甚至乎是炒完又再炒 是這樣的 那 講回Howard這個案件 Howard在這個工作和家庭 是相當之失意的 因為他剛才是他老婆過身 這個故事是否有背景 這個時候 正常來說壓力會相當大 當然是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Howard那個壓力 簡直是爆煲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就是居然在當著 在大氣電波 在直播這個新聞報道之前 就跟這個 觀眾說 我會在兩個星期之後 當著這個直播節目 在觀眾面前開槍自盡 嗯嗯嗯 當時他已經瘋了 壓力爆煲 你想想 我電視直播裡面 開槍打自己 自殺 這條橋真的很瘋 當然 都知道 Howard是無心的 一時間壓力爆煲 但是 在公司業務層面 其實 甚至乎 在做傳媒的人 都知道 其實這些事情是很不道德的 這些事情 也不是應該 是面向觀眾的一件事 這些事情 但是 電視台的高層 就 居然不覺得 這個是一個 就是 開始的時候 有些高層是覺得有問題 但是這個時候 居然也有人說 咦 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什麼機會呢 就是當 Howard 宣佈會自殺的 這一個新聞 這段聲明 出了之後 收市突然之間 飆升了 升了很多 哈哈 於是 咦 咦 是不是一個絕地翻身的機會 對於電視台來說 是不是 於是 電視台的決定 將錯就錯 讓Howard 可以繼續 讓他 發洩自己不滿的情緒 這麼多年齡 這裡我覺得可以補充一點 就是 這個電視台裡面 當然這個決定 不是一致的 就有些人會認同 這個是一個 挽救收市的好機會 也都有人認為 這個是一個很不道德的抉擇 這個極力支持 留下 Howard Build 甚至讓他做的 是一個女的 比較新的高層 是 他就是為了 為了表現自己的能力 為了去 展示給大家看 我是有能力拯救這個台 我是有能力把收市提高 所以 他就把這個Howard Build 整個展示給他 這個 真的 怎麼說 都 出來的效果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觀眾 其實 如果做傳媒的人 是會覺得 這些事情 根本是不應該出現的 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但對於 電視台那時候的劣勢 是覺得 這是唯一可以挽救到 扭轉劣勢的一個機會 其實是 雖然這件事 不是真正事 但這個是整個劇本 都是原創的 其實 但是 薩尼龍蜜 的而且衝向 70年代 那時候 美國的電視產業 對於 那時候的人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其實是 甚至乎 為什麼Howard 會變成了這個 有一個發瘋的瘋子 邪教教主 為什麼大家都 在電影裡面 會發現到 美國人民開始會 購買Howard 的瘋言瘋語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當時 他在電視裡面 說了很多 很誇張的言論 例如他就說 人工作上 是不應該怎樣怎樣 你生活是應該怎樣怎樣 這些雖然你聽起來 是很瘋子 對著大氣電波 對著鏡頭說 其實是很瘋子的事情 但是呢 其實又 剛好是 在這個經濟大蕭條的時期 是令到那些人心裡面 是 好像勾起了那種 共鳴感出來 那種共鳴感 那時候對於 政府 對於 世界 所有東西 是完全看不上眼的 但是沒有人敢出聲 這個時候 美國人看到Howard 夠膽在公眾面前 這樣去評擊 這個世界的商家 的醜陋 就會覺得 哇 這個真是一個 感言的人 甚至乎 當作精神領袖 甚至乎 Howard 叫他們對著窗口大喊 I'm mad as hell I cannot take this anymore 每個人都打開了窗口 是啊 邪教教主 你會發現到 其實 整件事是 好像一種勸嚴 就是 是一種 電視的潛移默化 之後 令到 觀眾陷入了一種 很厲害的狂熱的 熱潮等等 那 也就是 因為 觀眾覺得他是 是夠膽批判當下 突破了這個時代的框架 但是 士尼努馬也是帶出了 電視新聞 即是他對於電視新聞產業的 一種 叫做質疑 尤其是在道德措手方面的疑慮 除了Howard這個人物 是一個很荒誕的人物之外 剛才阿朗都說 其實 背後的電視台高層 也是一樣 這麼荒謬 他們做的事情 例如 作為這件 鬧劇變悲劇的幕後推手 就是 這個 阿菲丹娜為阿菲衣飾演的 Diana 即是 他是企劃報的主觀 他為了 挽救電視台的收視 不單是慫恿高層 去給Howard 在電視上發瘋 說話 甚至乎 不適為了 為了捕電視台的收視 是居然跟一些真的恐怖分子合作 是 不擇手段 這傢伙 真的很神經 你想想 電視台跟恐怖分子合作 如果你正常 如果 遇上恐怖分子 應該是舉報 等等 對不對 但是 他不是 他竟然是給錢 請恐怖分子 你叫他們做案 接著 你們順手拍了紀錄片 讓我們出街做節目 是啊 說這件事其實是 作為新聞工作者 的確是 需要一個很敏銳的時事觸覺 這件事的確是 但是 心術不正的話 就反而會變成了這個人 是一個 投機分子 整件事很投機 你會發現到 是 是 而當然 他不是一件事的 他也是要 停名於其他人 是的 也還有一個 一個 不懂新聞的 電視台主席 一個老闆 Frank 嗯 Frank 他是從來不關心 就是他這個 電視台裡面 節目的方針 是什麼 就是 內容有 內容是怎樣怎樣 就是 對於 傳媒和公眾利益 是不理的 甚至乎 覺得 新聞這件事 只不過是一個 馬戲團的表演 他自己覺得是 那 是的 他關心什麼呢 很簡單 自己的權力 和利益 等等 什麼 那只要有高收市 那他高收入的時候 他自然會有更多利益 是的 所以 是這麼多 很瘋狂 很瘋 很瘋的角色 但其實 又不是真的沒有一個人是正常的 啊 這裡呢 還有一個 啊 哈威爾的好朋友 是阿 Michael Michael其實 在這部電影裡面 已經是最正常的了 最有理想 對於傳媒的操守 是 確守這一個 的道德 標準 亦都是非常之 對於 他 他在從業的新聞媒介 是有一個抱負和理想的 但是 就 始終都是因為 受人利用 可以說是 於是 就是 理想主義的人 往往都是要被犧牲的 都是要 那 講到這裏 我覺得可以補充少少少的 就是呢 斯尼盧麥他一向拍小的場景 是很精 拍得很好的 嗯 那這部電影裡面 他其實最主要都是集中在一個電視的電視台 那一幢大廈裡面 那 所有的場景都處理得很好 那當時我看的時候 先看十二樓漢 接著看這個 熱日午後 就是 熱天午後 即是 熱天午後 黃金萬兩 是的 那就是 打劍銀行的 之後到看這套 你會發現 那個空間 越來越大少少 大一點再大一點 你是跟著 阿斯尼盧麥那個 我看了三部 其實看了這三部 你是不是順著Vemoeuvre3看的 這個好像是順著的 如果沒有記錯 但我是順著這三部看的 然後 真的 你會看到他的空間 利用越來越大 那個對白越來越豐富 他的用詞越來越精準 就是越看 你會覺得越好看的 嗯 沒錯 嗯 但是呢 舌尼盧麥呢 雖則是 借助一個這麼荒誕的故事 好像是想諷刺 現在 現在 在那時候的七十年代中的電視產業 就是有機會是會令到人瘋狂 甚至乎是人家都不知道 他們為他們帶來瘋狂的 其實是 背後是更加瘋狂的事情 但是 當然 舌尼盧麥 不是想 叫人不要看電視 當然 其實 而是帶出了一種思考 就是 看電視的 要看清楚所有事情的全貌 不要給一個風潮去迷惑 這個是當然的 那麼 看電視的 一樣 但是 做電視新聞的 也都是要更加遵守 作為一個傳媒人的道德底線 如果不是的話 就像這部電影的結局一樣 是一個很毀滅性的結局 整件事 就是 你會看到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找這部電影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這部電影的對白 其實是很叫陷式 很厚 很叫陷 但是 是很有張力 很精準 是 真的 我真心寫一個伏字 在這部電影寫對白 整個戲劇的鋪排 都很有 大司機風環 對 沒錯 對了 剛剛提及到這個 權力鬥爭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亞視 為何會 到末期的時候 對 就是因為不斷的權力鬥爭底下 而權力鬥爭都不單止 他還要很不顧大眾利益地 在後面 明爭暗鬥 等等的事情發生 那 這些社會責任都不顧的情況下 下場 就只有一個 就是 那 其實 看到來這裡 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其實整件事都很唏噓下 已經是 曾經那麼 揮煌的日子 但竟然會被 一個 內地 商人 不開名了 搞亂了 真是一件 很悲慘的事情 就是這一部 電視台風雲 是一個 大家都不要 很預言 不要只當是一部電影 原來 你會發現到 跟現實對比 話就說 電影是很放誕 但你會發現到 現實跟電影一樣都很放誕 竟然真的會發生 那 最後我想補充兩件事 第一 剛才 他講過 這部電影是一個 純粹原創劇本 當然啦 這是原創劇本 但是其實 它是基於一件事 就是當年 在1974年 是有個叫 Christine Chubbuck 的女主播 她是真的 對著直播電視節目 在面前自殺 是真事 大家上網可以查一下 維基百科 這就是 藉了一件真人真事 啟發了一個靈感 對 啟發靈感 斯尼路密都很擅長 剛才所說的 黃金萬兩 都是屬於 透過一件小事 在一個報章的小新聞 寫一個大故事出來 他的觸覺都很... 其實斯尼路密 不單止是 執行和創意 其實他的觸覺是很厲害的 這麼少一宗新聞 都可以找到一個靈感 第二就是 最後補充 其實這部電影 當年的影響力都很大 影響到是怎樣呢 是香港其實曾經改編過這部電影 就是張之亮他改編了一部 許顧問蕭芳芳主演的 叫做《搶錢夫妻》 其實裡面很多的內容 都是來自這部電影 當然他... 裡面其實做了一個很大膽的改編 各個角色設定也有很不同 也都把主播 即是How would build 他的家庭的部分 是放大了很多的 大家看 如果有興趣 其實都可以找一下 這部改編我覺得算是幾成功的 當然如果你說對白上那些 你會覺得是 有一點點可能是 很相類似 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 有比較之下 就會... 你可以說 那時候 因為香港電影策略 都是一個 很多不少都會向西片 或其他外越國的電影 是有借鏡的 對 但是想不到 《搶錢夫妻》 因為我沒有看到 原來都是基於這部 《搶錢夫妻》 其實就是基於這部 《搶錢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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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有機會我再找一下 下一節我們就講一下 一個在政治壓力底下 還可以很不邊不耳地 報道社會真相的一個電視傳奇 阿朗我們現在 結束了這節 播什麼歌間場 這一首歌其實就叫 《Television Rules Delation》 就是《Darth Punk》的一首歌 《Darth Punk》很棒 《Darth Punk》很棒 《Darth Punk》很棒 這首歌其實 大家聽我的名字就知道 是講這個電視 如果你是《公佔》這個媒體 其實你會操控到很多人的腦袋 你會發現 這首歌其實就是 很呼應《Network》這部電影 沒錯 所以播這首歌的期間 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電視到底 除了給了我們一些娛樂之外 還令到有什麼社會問題發生了 好 大家聽一下這首歌 我們去歌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 樂氣迷的時間 第二節 我們就講一下另外一個 去另一個層面講一下 就是亞視在黃… 這個… 不如直接開名就算了 黃晶入主之後 令到本來已經不是很景氣了 其實那時候 亞視的收視已經開始慢慢地掉下去 但是黃晶入主之後 就更加加速滅亡的速度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亞視的製作上高 是越來越… 嗯… 越來越地 應該說是 越… 跟觀眾的口味是… 越來越脫節 是的 又重播舊節目 重播舊節目 還有在一些正… 叫做時事評論的節目 嗯… 在一些時事評論節目之中 那個… 那個… 言論內容呢 是有嚴重… 就是… 大家如果正常這樣 不理什麼政治立場去聽 你都會發現到 那個… 那個… 內容是很偏頗下的 甚至乎是… 就是… 都… 被很多人都發現到 是… 有… 抹黑的成分 嗯… 那… 尤其是… 資料出錯這一點東西 就是… 他都照報出來 他是不做任何的 proofreading 啊… 或者是資料來源有沒有問題 就是… 裡面一些fact的內容的東西 他完全沒有理過 嗯… 照報出來 於是乎… 大家都在此笑著 這些… fail 這些錯誤 就是… 那… 當然… 這個… 內地商人的… 就是… 這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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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了一個眾矢之的 那… 這個時候呢 我也都… 即是… 也都… 想起了 即是美國史上 其中一個很… 即是… 已經是最偉大的 一個新聞評述員 Edward R. Morell 那… 這個… Edward R. Morell 也都是… 現在如果讀新聞 即是很多讀新聞的人來講 都應該… 會將他當是一個典範的人物來的 嗯… 那麼… 一個… 時事評論員 到底那個影響力… 為什麼會去到… 這麼大呢 就是… 就是… 因為呢… 當時… 他在這個冷戰時期 是對抗… 這個Joseph McCarthy 呃… 如果不說英文 我直接用中文文 就是… 麥卡錫主義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 麥卡錫主義是一個反共的浪潮 那… 那麼… Edward R. Morell 對抗這個麥卡錫主義呢 是… 都寫下了… 新聞界史上其中一個 很光輝的一個歷史 那這一部戲呢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那就是講述這一段… 真實的…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跡 是啊 這件事跡 沒錯 那麼這個麥卡錫主義盛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這個冷戰 是… 那麼… 那麼… 大家都知道… 冷戰時期 美國和這個蘇聯 是兩個敵對陣營來的嘛 對不對 那麼美國呢 為了阻止蘇聯 是… 得到這個… 世界的霸權主義 那麼… 當然是和… 共產主義是抗衡的 那麼… 然後呢… 麥卡錫這個議員呢 就成時而起了 那麼… 就… 透過這個大舉搜捕 和清淑一些國內的共產民旨 甚至乎… 抓到法庭上批鬥啊… 甚至… 甚至… 認罪… 等等… 那麼… 達至這個國家的政治立場 是高度統一的目的 那時候來講 都是一個… 都幾白色恐怖的一個… 時代 在美國來講 你… 本來其實你沒有任何政治立場的 然後… 你突然間被人說是communist 這樣… 你就糟糕了 你一是… 你一是隔一邊站 非右 就即左 你是左 你又更大鑊 那時候來講 你沒有中間這件事的 就… 你不是左就右了 嗯… 那麼… 但是呢… Muro在這段時期呢… 就是他這個工作的團隊呢… 就在這段浪潮裡面呢… 其實他們是… 是有理想的人來的 甚至乎都是很有勇氣呢… 是去站出來呢… 是… 不畏強權底下… 即是在這段… 那麼… 大規模的… 即是這個肅稱的浪潮底下… 他們居然是… 夠膽在這個大氣電波面前… 在他的時事… 時事節目… 他的時事節目 叫做 Hear It Now 嗯… 那麼這個時事評論節目裡面… Muro呢… 是… 對麥卡錫主義的這種做法呢… 是… 表達了一種… 很大的質疑 嗯… 嗯… 是的… 那麼… 當然… 我們剛才也說了… 這個… 這麼非由即左的政治氣氛底下這樣說… 其實是要很大的勇氣… 甚至乎是要冒著… 會被人調查… 清算的… 嗯… 因為… 如果你… 夠膽開聲… 評擊這個… 反共… 的話… 就等於… 你是… 共產主義者… 即是… 那時候的氣氛就是這樣… 但是呢… Muro呢… Muro呢… 是一個有理智… 還有… 他是一個知識很軟薄的人來的… 的確… 那… 嘗試去啟蒂… 那時候… 因為這一段… 這麼瘋狂的浪潮… 底下… 是被… 蒙蔽了眼睛的… 一些美國的人民… 去啟蒂… 即是… 想去開啟文字… 已經是一個… 嗯… 那麼… 這部電影呢… 這部Good Night and Good Luck呢… 我想大家都… 如果不太… 即是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呢… 但是… 那些導演呢… 如果我說出來… 可能有點嚇倒了… 就是這個… 影壇… 現在荷里活… 即是… 仍然都是長青樹的影星… 就是… 佐治古尼… 他又道德又演德… 演而優則道… 是啊… 是啊… 那麼… 佐治古尼呢… 其實就… 其實一直都… 如果大家不只看娛樂圈的新聞… 其實阿佐治古尼呢… 要閒事… 也會對於一些… 美國啊… 或者世界的政局呢… 是會有他自己的見解… 其實都很喜歡說政治的一個… 演員來的… 那麼… 今次這一部…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呢… 亦都是… 可以說開正了阿佐治古尼… 的這一番… 那麼… 今次他簡直是做了導演… 那麼… 這一部電影… 自導自演… 是… 沒錯… 那麼… 這部電影的影像… 黑白的… 整部電影都是黑白的… 也都是… 很簡潔的… 嗯… 其實這部… 某程度上… 已經是一個獨立的製作來的… 已經是… 那時候成本都不是很高… 最貴都是請演員而已… 他自己… 他自己可能是最貴的… 也有可能的… 其實是… 是… 那麼… 這一段歷史就是… 大戲電波… 去做… 政治對抗的鬥爭… 那麼… 其實如果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覺得… 那個技巧都不算… 特別太提出… 很中規中矩的… 對於一個… 中環影壇那麼多年的… 一個… 老氣骨… 佐治古尼… 都… 都很明白怎樣拍戲的… 已經是… 所以… 這些技巧都可以說… 嗯… 他自己的技巧就是… 那麼… 這部電影呢… 當時我看的時候… 就覺得是… 其實有些紀錄片的感覺… 因為他真的… 很…很平淡的… 還原整件事出來的時候… 那麼他也沒有用太多的電影技巧… 也都是… 用黑白… 也都不算特別的… 他不會是… 他沒有… 他沒有… 沒有特別的技巧… 而且是… 用黑白的時候… 它是… 令到色彩… 所有東西都… 都不再重要的時候… 你會更加集中… 看故事裡面的內容和對白…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 處理上… 的確是平淡的… 但是… 又不可以說是差… 嗯… 嗯… 不過就真的… 你如果對歷史沒有… 基本的認識的話… 可能看的時候… 的資訊量會很大… 是的… 如果大家都… 技巧達出的電影… 嗯… 但是呢… 嗯… 佐治古黎呢… 也是一個… 就是… 剛才說… 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 也是… 就是… 對於政治是一個… 很有理想… 有抱負的一個演員… 就是… 或者… 其實如果有一天… 他… 會真的參選這個… 美國總統… 我覺得都不意外的… 很多人都說不意外的… 是呀… 因為他真的很喜歡… 但是呢… 這部電影裡面呢… Edward Morrow呢… 一些很自至朱基的評論… 以及這部電影… 飾演… Morrow的… Darwick Stratafran的… 征戰的演出… 就是… 這部電影其實… 在一個… 可觀性上… 我依然都是… 相當之推介… 那麼… 這個… 麥卡錫主義… 的而且… 去到最後… 是… 他自己… 麥卡錫這個議員… 的而且… 是新敗名列了… 當然啦… 因為他… 麥卡錫是一個… 很好大喜功的一個人… 嗯… 本身是一個… 而且… 就是… 很誇花其談的一個人來的而已… 那麼… 他的作風… 如果一被人看穿了的時候… 呢… 就… 很快就玩完的而已… 但是… 如果要站出來… 去對抗一個… 這麼… 強大的… 一個… 強拳… 可以說是… 強拳壓迫來的… 這個時代來講… 是… 是… 是一個… 非常之… 需要不容易的勇氣… 的… 一個心態… 是… 你這樣說一說… 其實我突然想起… 當年… 英國首相… 邱吉爾… 他就… 很勇敢地站出來… 就說… 希特拉其實是一個… 罪人來的… 是一個暴君… 是一個暴君… 但當時很多人都不相信他… 但是… 後來之後… 那些人就會發現… 其實… 邱吉爾是對的… 但最後呢… 邱吉爾也是被人推下台… 是的… 咦? 你又突然說了… 又跟這部電影… 呼應了… 雖然Moro… 到最後… 的確… 是贏了… 就是… 叫做… 是一個推手來的… 就是把… 麥卡錫… 推… 入一個絕境… 那時… 麥卡錫… 還要是被人… 查回頭… 那麼… Moro… 正義的人… 是贏了… 但是… 他到最後… 都是被人打敗… 但是… 被什麼打敗… 他不是被人打敗… 他是… 被時代打敗… 嗯… 因為Moro… 這個… 政治… Sorry… 是一個時事評論節目… 就… 到最後… 要面臨一個縮減的下場… 那… 就跟政治… 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 電視台都覺得… 他這個是一個人才… 也不想他走… 但是… 有什麼節目… 最重要的一個… 嚴正言辭… 去… 為人民說教… 的節目… 比這個節目更加重要… 就是… 一些很五光十色的… 娛樂節目… 嗯… 就是… 那時… 電視台看見… 嗯… 就是… 電視這個產業… 就是… 對於… 普羅大眾來說… 已經是一個… 越來越重要的… 一個娛樂… 嗯… 於是… 這個… 這麼嚴肅的… 政治評論節目… 就是… 大家都不想… 對不起… 不想… 在一些… 黃金時間裡面看到… 對… 這麼嚴肅的節目… 對… 大家都下班了… 很輕鬆一下… 回家看什麼回家… 對… 對… 那… 都… 不想… 令到這個節目是… 呃… 就… 越走越衰啦… 可能… 就是… 那時的電視台那個計畫… 會覺得… 會不會有可能… 呃… 如果再被…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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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o這個節目做下去… 會不會… 就是… 令到電視台的收視會大減呢…等等… 等等… 於是… 就要Moro去做一個讓步出來… 你想想… Moro一個正義的人… 他可以打得贏一個強權… 但是… 他竟然敵不過時代的… 變遷… 他很灰… 是… 唏噓的一件事… 但Moro… 他不畏強權… 勇於發聲… 其實不單止是… 傳媒人的一個典範… 甚至… 每一個人都應該… 視之為一個… 學習對象… 我覺得是… 傳媒人的風骨… 是啦… 風骨… 那… 這些風骨… 怎樣都好過… 比背後的老闆… 操縱… 講一句又一句… 錯流百出的… 但其實是很離地的事情… 對吧… 所以這一部…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就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第二節… 完了之後… 其實我們這兩部戲… 都好像… 少少沉重了一點… 下一部… 其實都不是輕鬆的戲… 但是… 輕鬆一點… 少少… 輕鬆一點… 阿朗第二節的… 間場歌… 會是… 這一首是比較舊的歌… 其實都有出現在這部…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這一首歌叫… TV is the Thing… 其實是一首… 很簡單的爵士樂… 算得挺優美的… 大家聽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到… 當年的時代背景是怎樣… 亦都是… 聽歌詞的時候… 會知道… 當年… 多少人是為了電視這件事… 瘋狂的… 剛剛出現… 剛剛… 電視出現不久… 大家都… 很受樂的… 是啊… 好… 大家… 去一去歌… 好… 歡迎大家… 回到我們… 第三節樂器迷的時間… 雖… 雖… 亞視近年的墮落… 都可以說… 是… 眾人恥笑的一個… 對象… 嗯… 但是呢… 光輝… 即是… 墮落… 但是光輝歲月… 亦都是… 即是… 仍然都是令到很多人… 尊重樂道的… 那阿朗… 我反而想問一問你… 一…一件事… 就是… 你又看過《百萬富翁》了… 對嗎? 這個《百萬富翁》… 對呀… 這部… 這個… 電視節目這麼… 出名了… 對嗎?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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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第一輯是什麼年代表… 我給四個… 你選吧… 1992… 2001… 2005… 2001… 可否… 打電話嗎? 你打電話嗎? 你問誰呀? 誰幫到你呀? 她說打電話… 為人上衛機發火車… 不夠時間呀… 好啦… 好了… 你先… 我每一百萬富翁… 你又知道… 最多請你吃個包的… 怎麼回答呀? 哈哈… 對了… 2001年的… 百萬富翁… 你最終是… 即是香港電視界的… 一個專業之一… 我還記得我… 我記得… 那個星星…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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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 也不是誤會… 我寧願不做公布… 我記得我…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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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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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只是出过一个大湾的游戏 游戏不疼 有游戏有游戏 有很多游戏 那时出过很多游戏 有很多游戏 有很多游戏 有游戏 其实那次你得了很多钱 去拿一个游戏 这边是一边 因为是一边 是一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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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很像一样 今天是游戏 最穿上游戏 是一边的 都是个游戏 黑妇 黑妇 魔妇 這個場地打電話沒人知道 那次爆了 沒人知道原來他真的就是大波 大波已經最出名的 對 媽媽不認識 重啟派 不是我打電話給你 我打電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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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我們要打電話 這部電話最佳電話 普斯卡最佳電話 就是一個100萬名的東西 多一點 這部電話說什麼呢 就是講述主角Jamao 就是一個出身很寬美的印度青年 他去參加這個100萬名的評侵 最佳就是這個 十億路線 我打電話 我打電話 我打電話才敢 你打電話 我打電話 這樣都獎貓 這個年輕人非常受過任何教育 大家其實都15期 看著像獎貓是會很快很快 甚至可能是過不了第一條保險線 即是頭五條問題都可能過不了的一個鄉下仔 沒有讀過書 沒有可能贏過這個八萬富翁 對不對 那誰不知 炸貓居然是一路長驅直進 甚至是震驚的主持 以及整個製作單位就是 咦不是吧 沒有讀過書 但是他提提都答對了 到底他靠什麼來回答每一條問題 那時候來講 他們想到 其實是看不起啊 這個小孩的確是 於是他們想到一個很理所當然 他們就會認為 作弊是出貓的 有作弊成分 於是他們就拘捕了 是的 那時候製作單位甚至是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那麼多 即是說你要拿最高獎金是幾億盧比那麼多的錢 但是 說真的 我們哪有那麼多錢給你啊 是不是 那時候呢 就是叫腰斬這個節目 捉了他就有貓 就是想他 算了 你一不就快地認了他 你是出貓 又或者你現在立刻放棄 給你帶少許錢走 這樣 之類有什麼 是的 即是他 甚至乎是迫他講出 你是不是在遊戲中 出貓的這個事實 那但是 炸貓呢 的確不是出貓 但是呢 他也不是真的 讀過書 而得到他 即是答問題的知識 在於什麼呢 而是他每一條問過的問題呢 亦都涉及到 爵貓他這一生 很波折重重的人生的 嗯嗯嗯 即是 問到一個宗教屠殺 那方面的問題呢 就是 即是 問一個宗教的那個 那個 揮號 是怎樣 正常來說是沒有什麼人 是會答得出的 但是爵貓 一眼就 就是 找到一個答案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印度的宗教屠殺裡面呢 他媽媽呢 就是 他眼睜睜看著他媽媽 在這場宗教屠殺裡面犧牲了 那其實是一些很悲劇的事情來的 那還有 在 爵貓這個 即是答問題的過程裡面 每一條問題呢 是令到 即不單止是 recall 爵貓那個 呃 即是這麼黑暗的回憶呢 也都是 他看得出有很多 在印度社會裡面 種種不平等 以及一些階級歧視的問題 嗯嗯嗯 是的 那這個 就是百萬富翁遊戲 以及 是一個很靠近的人來的 他是一個很喜歡 很玩跳躍的一個導演來的 那 開正他那一番 是拿手好菜來的 是 還有一些很充滿動感的 聚視節奏 還有那個鏡頭風格 靈禮呢 亦都是 Danny Boyle 的一個 呃 簽名 簽名 簽名式的風格 那這部戲呢 展現了很多 即是前半段 你會見到很多 印度社會裡面 很多種種很醜陋的 一些社會的現實 即是可能 有些觀眾都會 我想就是說 咦 柵貓某程度上 在這個百萬富翁裡面 是很幸運 嗯 幸運遇到這些問題 他會回答 但其實這些行運 亦都是來自 他自己的不幸 嗯嗯嗯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 一樣 這個設計 有些奇怪 甚至乎 可能都會有人覺得 會不會有些 不是那麼 適當呢 那 但是呢 當你見到 小時候的柵貓 和他哥哥 Saleem 即是在這個 他們前半 即是他們小的童年 是很艱苦的生活 住過推田區 甚至是偷一些遊客的鞋 去賣錢 那時候是試過 嗯嗯 即是小朋友的生活 即是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越是小朋友 過得開心 很頑强的時候 你也會見到 其實社會那個 不公義 不公平呢 其實是 越是放得大的 嗯嗯 即是大家如果知道 八萬虎翁這個遊戲 是怎麼玩的時候 你會知道它是一層一層的上 嗯 那隨著這個 主角 啊 他越來越貼近 最高獎金的時候 你會見到 那個序事 越來越緊湊 嗯 會越來越緊湊 還有呢 好像有一種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的感覺 就是 因為正如剛才 就是軒尼所說 他所有的 這裡答到的問題 都是來自他的不幸的時候 你一方面 你為他 將會拿到這個獎金 開心和有些憂心 即是怕他答錯 但另一方面 你又見到他慘的經歷的時候 其實他心情有點矛盾 我覺得這個 導演操控這方面 操控得不錯 嗯嗯 那即是 當然阿嬌貓的一生 都是一個 很 苦難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 當他你見到他小時候 就是 在這個 劫難裡面 都依然是可以 笑著來 去生存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是一個 很強烈的生命力 是 在銀幕上 都展現出來的 那就 還有呢 這部戲 阿嬌貓 就是 排除萬難終於 都被他 就是主持人 讓他回到這個遊戲裡 就是 讓你繼續 玩下去 那到底 甚至乎阿嬌貓 就是殺到 最後一條問題裡 就是 當嬌貓 沒有了 就是耗盡了 他的記憶裡面 所有的東西 就是 就是 這條問題 超出了記憶的範疇 也都 啊 剩下打電話問朋友的 這個錦囊 但是這個錦囊 都 人人中最後是 不用的 是 最後 也是 要靠他自己的 運氣 來去 贏得這個遊戲 這個是一個 最終是一個 很大團圓的結局 這部戲來講 那 結尾 雖則是一個 英國導演拍的 一部 印度電影 是很荷里活的電影 大家都見到 最後是一個 大團圓的結局 那 但是呢 講到印度電影的話 其實都沒有可能 到最後 啊 啊 丹尼波爾也 都是加多了一場 即是玻璃活式的 舞蹈作為一個 收尾 嗯 這個玻璃活的歌舞 可以說是一個 象徵之一種 是 歌舞聲評的一個 象徵 但是歌舞聲評底下 又 他們 可不可以掩蓋到 印度 其實到現在都依然 沒有改變過一些 社會的問題 大家如果有 就是在網絡上 都留意 這個印度的社會 就是一些新聞 大家都發現到 其實風化案 階級歧視等的問題 依然到今天 是沒有改善過的 那些兩性問題 之類 很多這些社會問題 仍然都沒有解決 嗯嗯嗯 是的 雖則 這個八萬富翁 就是一個 是一個娛樂性很高的 遊戲節目 其實相比起 現在 就是 時下大台做的 表面上很娛樂性 但是其實 是很低俗二人的 一些 的難數 其實 八萬富翁 這個節目 不單是 是賺了收視 其實在那時候 來講 也是開啟了 很多 人 對於知識的興趣 是 是 那時候大家都爭著 是想玩一些文達遊戲 等等 不單是玩遊戲 那麼簡單 其實是還會學到東西 就是 例如我剛才 今天我也是 特地找一些 八萬富翁的影片出來 是 我都不知道原來 八家聖 一個根官職的聖 原來是聖司徒 是嗎 是呀 這些問題我本來都不知道 但是 原來是這樣 有一種是 一種人的好奇心 勾出來 是呀 這也是遊戲節目的其中一個 最吸引人的地方 是呀 當年阿士 他靠這個節目 收視最高有多少點 嗯 二十幾三十點有沒有 接近四十 接近四十點 是呀 那時候還要找香港小姐出來 打都不夠抽 無線呢 有見及此 阿士整個遊戲節目 買了一個版權回來之後 這麼棒 他又買了很多不同的 遊戲節目回來 但是那些遊戲節目 始終你都不可以 好像八萬富翁一樣 他曾經出的那些什麼 跌落個洞 那個叫什麼 一百歐銷 一百歐銷 好像是呀 阿都姐做的 接著又有一個 純粹是抽寶箱的 一至三十 然後就選一個寶箱 這個真的 是不是有幾十個美女 一元租那個呢 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 因為我真的對於八萬富翁的記憶 實在太深了 這個真的 唯一一個可以 真的成為傳奇 成為最經典的 入屋了 其實八萬富翁 陳藥泰已經是一個 很入屋的形象 當年做了阿士的標誌 是啊 即是陳藥泰就想起阿士 那時候不單是遊戲 開啟了人對於知識的興趣 其實也是帶出了一件事 就是知識就是力量 其實這一句說話 到了今時今 都依然是很受用的一件事 沒錯 但可惜這段時間 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是啊 都是很稀虛的 到了最後都是變回了很黯淡的一個收尾 到現在的結局 是啊 那就介紹完這個 一百萬零一夜 和八萬富翁之後 我們當然不少得 要用這部一百萬零一夜的電影主題曲 來做一個間場的音樂 就是Dry Hole 這個Dry Hole 的意思是 Victory 即是勝利 那大家聽一下歌 我們就去完歌之後 回來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 最後一部電影之前 我又想問阿朗一些東西 好啊 你會不會答得有點累啊 你繼續問吧 OK 好啊 嗯 上次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一個處境題 就是 如果有一宗突發新聞在你面前 嗯 只有你有獨家料 在你手上的了 你是唯一一個 全世界唯一一個知道這宗獨家料的人 嗯 你會怎樣做啊 嗯 這宗的消息來源在哪裏呢 喏 沒時間讓你想這一點 沒時間讓我想這一點 沒時間讓我想嗎 對了 我覺得最少要知道消息來源先 不然你隨便有一宗東西彈出來 OK 即是你會維持住他的 你怎樣都不 很短時間 我確認了消息來源才會 嗯 對 這個動作也是一個很謹慎 也是一個很合常理的動作 不然的話 就好像阿士這樣 無端端報錯了 那些文字死了 當年啊 我覺得挺可憐的 就是說他有消息來源 很可靠的消息來源 甚至乎連台揮都一起轉黑白了 已經是 還有 除了這個報錯 江澤民死訊之外 還有這個 解放外星人 當年也很驚訝 買了一些很流的資料回來 做 司法 原來這些東西是錯的 原來沒有解放外星人 這一家東西 阿朗這個取代的確是一個正常 也是一個很合情合理的做法 那這次呢 這次呢 要介紹的這一部電影 就不再是外國電影 所以不是一部 講英文的電影了 那這次我們就 去韓國了 是的 介紹這部韓國的 2013年的 呃 香港的譯名就叫做死亡棟新聞 嗯 嗯 但是其實 因為這部電影 香港始終都沒有上畫 其實那時候 那很多戲迷 如果有看這部電影 都直接叫做 另外一個 不記得是在大陸還是台灣 譯名叫做恐怖直播 嗯 這個恐怖直播 就講述這個 何正宇呢 飾演這個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何正宇是一個 電台節目主持來的 就在主持著一些 早晨封煙的節目 就好像現在的情郎等等 這些早晨節目來的 那 對了 何正宇在做這個 封煙節目的期間 突然之間 有一個聽眾打過來 在大發脾氣 發怒騷 那跟他說的主題 其實本來是不對的 整件事是 那這個時候 何正宇 的確 如果有人在onair 就是 搞一陣 那當然是 即是 即是 切了這個電話 他 但他不肯切線之餘 這個 瘋善的聽眾 這個瘋善的聽眾 突然之間 說了一句 你 如果你切我的線的話 我下一刻 立刻炸了 漢江大橋 韓國的漢江大橋 就是剛好在他 何正宇做的 這間廣播公司的外面 即是 本來 何正宇都覺得 原來這傢伙 發瘋的 對不對 即是 無緣地炸了 誰不知下一秒 大橋真的爆炸了 嘩 這個時候就真的很爆了 即是 大家都不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突然之間 漢江大橋被人 炸倒了 是否 即是 是恐怖襲擊 於是 何正宇 就 察覺到 原來 和我 講電話的 是真恐怖分子 這個時候 何正宇 我發現到 這個處境 和我們剛才說的 第一部電話 某程度 有點相似 就是 自己是一個 很困難的處境 那時候 何正宇 本來也是一個主播 但是 被人分了冬菇 應該說是 降一職 降一職 去做一個 一個比較低的職位 去做這個廣播節目 電台節目 那這個時候 就覺得 咦 我手上有一個獨家料 我現在是可以 和恐怖分子 直接對話 那我有個籌碼 就可以 和這個電視公司 和電視台爭取 我要做這個直播 出樣的 主播 我可以和他 就是 直接 在 on air 到 給大氣電波的 觀眾 去 看到 我和他 在說電話 這個時候 當然是可以 鼓收屎的 非常之好的機會 這場 是可以說 幫自己打一場 翻身仗的 連線直播 是相當之驚心動拍的 那 這部韓片 其實成本 本身 就不是很高的 多高 我就不清楚 自己不清楚 但是 你們看得出的製作 其實都很簡單的 這部戲 有幾簡單 就是這部戲 基本上整部戲 都沒有離開過 這個直播室 大概 整部戲都幾乎 在同一個 主播直播室的空間 一個錄影廠裡面 低成本 小空間的電影 其實在現在來說 都很大行其道 現在很多戲 都會想這樣拍的 那 但是呢 這部韓片 其實剛好是一部商業片 如果作為一部商業片 這件事反而是 有少許大膽 商業片 沒什麼電影 是夠膽去這樣做 一來 空間細 你也是要想出很多戲劇 即是說 這部戲是90分鐘左右 過半小時一段小時間 但是要想出很多戲劇 其實是 也是要令觀眾 不覺得悶 那一刻 這件事是難度很高的 那 在最少空間 爆發出最大的戲劇能量 是很難的一件事 還有 還有韓國的主流商業片 我們之前都說過不少 其實 在劇本上 有時有些邏輯 即是 一來是很通俗的一個故事 還有 在邏輯上 有時都會 有時有人會救病 這件事 但是呢 這部電影的節奏 其實都很富一個 很有追看性 導演的調度功力 絕對要應記一功 那令到 我相信阿朗看的時候 應該都會發現到 這部電影的邏輯上 有很多邏輯問題 但真的緊湊到你 你不會太多空間去思考 到底怎樣連去 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捉他 因為下一秒 另一個戲劇位又爆發的時候 是很有追看性的 這部電影 是 這個節奏明快緊張 這個是一個元素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近年的韓國電影 其實都有一種很共同的特性 就是 很多時候很喜歡 在一些社會問題上出發 我們之前介紹過 《逆權大狀》 還有這個《無聲立喊》 即是《熔爐》 《無聲立喊》 都是相當成功的例子 但是這兩部電影 就是《逆權大狀》 和《無聲立喊》 對於公然的訴求 就未至於激到一個什麼程度 就是這部電影 這部恐怖直播 sorry 這個《死亡動新聞》 就是講到 如果總統不道歉 這個是恐怖分子的要求 我要總統道歉 總統不道歉的話 我會將整棟大樓炸了 之餘也會波及到這個韓國國會大廈 就是 你想想有沒有 我們看過這麼多韓國 一些關於社會問題的電影 就是 最多都是一些 警民衝突等等的東西 但是 未曾見過會有一部韓國電影 是會瘋到 會想將這個韓國國會大廈炸了 是 剛剛阿謙說的 恐怖分子要求這件事 這個談判專家 在警方的角度 在政府的角度 當然是不會妥協的 因為 一個政府永遠不可以 跟恐怖分子去 作出一些交易 不可以作出一些妥協 不可以 其實這個是 可以說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但是 在民眾的角度看 就會有一種類似 斯德哥爾摩症後群 就會開始在想 政府連這麼簡單的事情 都不肯做 會開始同情恐怖分子 甚至 恐怖分子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 因為 早年韓國大橋的一個修善工程 有幾個工友過勞致死 但是 韓國政府 整個大橋是因為迎接外賓 這些浮華的事情 掩蓋了底下很多犧牲的人 於是乎 得不到公義 也是 連賠償簡單的一句道歉 都不可以有的時候 令到恐怖分子迫上了這個絕路 做出這麼激烈的行為 這個時候 大家都可能覺得 嘩 炸橋等等 這麼多恐怖的動作 甚至連這個國防部長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吧 on air 請他上來 跟恐怖分子 談判交涉 也都不果 甚至被恐怖分子殺了 但是 大家都覺得 很激進 很不理性 但是 看到 當恐怖分子訴求的時候 你會發現 蛤 原來這麼慘 就是一種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都覺得 嗯 沒錯 也是 令到 何正宇這個主播 以及 看這部的觀眾 我都相信 會對於這個 恐怖分子的遭遇 是會感到 憐憫的 也是會 開始把茅圖 轉回韓國的政府 其實 講到現在的韓國電影 為什麼可以這麼勇於 就是經常去批判歷史 以及政府的一些政策上的不公義 其實 韓國電影 韓國始終是一個民主國家 就是 他們對於電影的審查制度 其實都很寬鬆 就是他們不會 就是特別有些什麼 是說你不拍得 有些什麼不可以出街 就是不像某大國的 就是拍電影的政策 要有多政治正確等 就是這些韓國電影 就是說是很通俗 很商業 也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那些東西很老套 但是他的政治訴求 其實往往也都大過了很多 他們內容的本身 嗯嗯嗯 最後 就是 何正宇這場遊戲 就是本來他自己都覺得 是我玩了 我跟恐怖分子都說 我以為 就是他會以為 我是最大的一個 我是可以in charge這個遊戲 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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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發展一路下去的時候 會發現到 其實何正宇是一路都每放月下的 嗯 甚至乎到最後 政府是 他居然是犧牲市民 他老屈回何正宇 是一個同謀 是 嗯 這個時候 面對著這個老屈的指控 那 而引爆他也都在 這個 是 就是炸掉整棟大樓的引爆 在他手上 他最後會決責做些什麼呢 我相信要留給觀眾自己看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抉擇 是一個 那這部電影呢 都很容易找到的 這部死亡動新聞 都希望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那 就 講到這裏 其實 啊 想再補充一件事 就是 其實 剛才講了那麼多 就是這幾部電影 其實將 這幾部電影放在現在香港的大環境下 就是不要只講電視圈 整個香港的社會風氣 政治風氣等的大環境 其實不單止是對於政治環境的一個唏噓 其實如果你想找個大膽小小的 導演 或者編劇去 講出一些人民的心聲等 其實都很困難 我都發現到 因為大家都比就太多 啊 畢竟有很多包袱都在那裏 浪著自己 令到大家都很不敢出聲 來到這裏 都講完結語 大家都見到阿士的下場 這麼悲慘 59年 曾經光輝得這麼重要的日子 都居然 不得善終 不想這樣說 還要臨尾都要這樣養衰一下 是啊 其實就好像羅琳在臨色燈之前 都說 其實這個都可以說是一個 當是阿士的遺言 這麼巧的真的會不會 有可能的 但是又這麼巧這個時候出現 我想羅琳自己都沒有想到 自己居然會這樣爆紅化 但是這個結語其實都非常遇重心腸 不講政治環境 現在就講回這個電視的 就是傳播媒介機的行業 就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獨立的思考能力 你沒有一個風骨的話 你下場一定不會好 所以做傳媒人最重要是 要有良知和良心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良心和良知這件事 不是你自己說是有的 你不是說自己良心電視 良知電視就可以 成為一個有良心的電視 是啊 真的要由心而發 這件事真的要 由心而發之餘 是的 這是人的本性來的 人應該有的本性 所以 希望 現在 一台獨大 那位大台 希望水準可以更好一點 當然 大家不看大台 還有很多選擇 網上 或者其他一些 流動的媒體 手機 很多地方都可以觀看其他頻道 當然我們也希望 如果大台是有進步的 質素改善的 都是一件事 是的 否則 只會贈回一句 他朝君看也相同 是的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下星期樂器迷 都會暫停一晚 OK 下星期樂器迷會暫停 這個星期會上映的 《樹大招風》 嗯嗯嗯 還有這個《半逸暗殺》 嗯嗯 然後還有《碧豪》 《碧豪》 是的 這幾部電影等等 去嘗試一下 跟大家 講一下 以前賊王的歷史 現在是《一代賊王》 有多麼英偉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 等一下 我們最後一首歌 最後一首歌 就是《Yellow Music Orchestra》 《YMO》裡面 就是《版本龍一》 《再加細野情神》 還有《高橋行界》 《大組的一隊電子音樂隊》 他們有一首歌叫《The End of Asia》 就是 亞洲的終結 亞洲的終結 我選這首歌 其實有兩個含意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一部韓國戲 它就炸了橋 炸了地方 這個是《End of Korea》 然後我們再推大一點 一個電視台的滅亡 《Asia的滅亡》 就真的和這首歌是互相敷衍 大家去歌吧 拜拜 拜拜